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最近乌克兰军方突携了基辅的购物中心、餐馆、摇滚音乐会 当前俄乌前线局势非常不妙 这些人不在前线和俄罗斯交战 他们在后方都做些什么呢? 当然是征兵 当地时间11月11日 乌克兰征兵处的士兵在乌克兰街头各大民用设施进行有组织的突击检查 根据目击者说法 所有男性都必须出示证件接受检查 如果有人拒绝出示免除兵役证件或证件被认为有问题 就会被征兵人员枪行带走 当然这个事情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执行的比较严格 西部的执行力度一直不高 这次基辅发生这件事情 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 乌克兰西部的人力也就会被压榨 当前乌克兰在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士领参军人员 那按照俄罗斯和北约方面的估计 乌克兰至少还有100万的人可以转化为后备兵役 只不过由于乌克兰西部是乌克兰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 在之前的战争中这些人力并没有被释放出来 现在由于种种原因 恐怕乌克兰政府已经不得不选择动员西部人口了 目前乌克兰正处于全国截安状态 乌克兰现在已经将征兵年龄调到了25岁 所有25到60岁的男性都必须服兵役 同时禁止18岁到60岁的男性出国 话虽这么说 但是乌克兰现在的参军意愿非常低 很多人都在逃避兵役 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 越境逃离乌克兰 根据乌克兰边防警卫局的统计 自冲突爆发到现在 已经有30名男性在违法越境的过程中死亡 在网上有很多人觉得 对乌克兰来说这场战争那是在保加卫国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 难道不想保卫乌克兰吗 那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战场非常残酷 而且看不到胜利希望 之前乌克兰攻击库尔斯克看上去 好像打出来了一场漂亮的反击 但战线可不会骗人啊 乌克兰可以趁着俄罗斯不注意的时候偷一下 但硬实力不足 让他们无法保住得到的战果 目前乌克兰军队已经逐步撤出俄罗斯 撤不回来的基本上就是被俄罗斯围歼了 总的来说 他们已经没有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的可能性 乌克兰平民也不傻 当然能看到战线变化 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政府极端压榨士兵 这个压榨是自明而易的压榨 那些战死或重伤的士兵会作为器官 供应者摘取器官送到黑市贩卖 士兵的军饷和阵亡抚恤金被贪污 甚至为了战报好看 有些部队被歼灭或者士兵死亡后都不被认定为阵亡 因为只要士兵还活着 政府就不需要为阵亡士兵发抚恤金 所以乌克兰西部平民目前参军欲望非常低 毕竟谁也不想保卫这样一个国家 最后一个原因是目前乌克兰南部城市乌曼被四万多犹太人涌了进来 犹太人对当地乌克兰人进行了隔离 暂时还没驱逐 之所以他们行动的这么轻松 主要是因为当地士兵男性都已经作为炮火扔到战场上了 留在城市里的基本是老弱妇孺根本没人保护 乌克兰政府对这件事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件事情进一步打击了乌克兰人的参军意愿 伦敦智库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副研究员奥雷克桑德丹尼柳克称 在乌克兰动员已经开始被视为是一张单程票 结束服役的方式只有死亡或身体制参 只能说这就是战争 当一个国家进行军事总动员的时候 就由不得任何人来改变了 除非战争结束 否则这件事情根本停不下来 只能说现在乌克兰的行动很符合他们宣传的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当这些成年男子为消耗预复之后 不管战争胜利还是失败 乌克兰这个国家都已经没有未来了 要懂和这里您可以看到击先俩蓋了 以上就是楼坚立的贯后 谢谢观看